关于羊蜜蜂呢 我们一般都是用这个活框养 因为这个活框养呢 就会比传统的那个养法就会有优势一点 传统的那个养法就是拿个桶或者拿个巷子就把蜜蜂倒进里面去 让它在里面去建那个蜂巢 那样子呢 养殖是非常不方便的 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啊 也不能一筐一筐的拿起来 摇蜜的时候也会把那个幼虫给弄坏了 所以说很多人都想去拿那个传统的那个蜜蜂箱改成我们活框的养蜜蜂的方法 关于那一种传统的怎么样变成活框呢 现在就来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方法 一般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就会拿那个蜂框啊 过来 然后把它蜂箱里面的那个蜂巢啊 给割下来啊 我们割的时候呢 要注意啊 我们不要把那个割的太烂了 割的完整一点了 因为我们割下去之后呢 还要拿这个活框啊 给绑上啊 因为它那里有幼虫啊 我们要给回它 如果我们不给回它呢 它就啊 比较容易逃跑啊 我们还要看一下 如果那个蜂桥里面的蜂蜜是多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把那个蜂蜜给取掉啊 因为这个蜂桥啊 都是用蜂蜡做的 都比较薄啊 我们要绑上去啊 它是 那个有蜂蜜的蜂槽是非常重的 然后呢 我们就要把那个蜜给取掉啊 让它清了以后再绑上去啊 绑上去 它放回来啊 然后再加我们新做的那个蜂槽啊 新蜂槽下去啊 就是那个草杵放下去啊 让它做啊 这样子就可以把它转成那个活框样了 我们要注意啊 我们把它的蜜取了之后啊 还要去把它喂给它吃啊 让它重新在土上到上面去啊 这样子呢 就比较牢固一点了 我们不要把它的蜜取了 自己吃啊 那样子就不行了